外乎就是一个sub 刮虎是算刮虎 里面的话for回圈 所以那个结构我讲过 一定是外面一个回圈 重复做 把找到的东西放在a 找前刮虎位置 找后刮虎位置 最后如果不等于0 表示说有刮虎的情况下 那我就把 有刮虎里面的东西 把它丢到它同样 A栏的资料 把它处理完之后 丢到B栏里面去 所以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跑一下 这边的话 最后自己再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 你会发现里面 就会是最后的结果 保持原来空的 因为逻辑 那个if if不等于0 如果等于0 他跳过 跳过还是就空 他不会做任何事情 就跳过 然后有资料 就把它丢过来 大概是这样 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你会发现 他就一直跑跑到什么时候为止 跑到 从第二列 一直跑到最下面一列 那就刚好是14列 跑到这边提下来 大概是这样子 清楚的话 其实刚刚做过了 不过还有一点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写完之后 我还是建议各位加一些注解 注解的话长什么样 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注解的话 一个单引号开头 第一个 这一行叫什么 也许跑个回圈 第二行是什么意思 第二行 也许你第二个 后面自己叙述一下 然后单引号 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就是 如果 什么呢 A不等于零的时候 意思就是有瓜糊情况下 才去做什么 下面的动作 当然这边的注解 其实你不加也OK 不过我建议初学者还是加一下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加一下注解的话 你之后回头看你写的东西 会比较看得懂 因为我云端上其实给各位的程式 其实是有加一二三四五 OK 所以我就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OK 不然要打那些注解 其实蛮花时间的 我把它给各位看一下 贴上一模一样 有没有 其实 那个注解的话 主要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所以不一定要照抄 懂吗 OK 你可以写短 你可以写长 你可以写很多 没有关系 如果你怕很多细节会忘记的话 你可以多写一点 之前有同学就写很多 他喜欢就写一篇 好像一个笔记吧 有点像把笔记写在注解里面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因为回头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 那再来的话 这样子我们就 这个部分就完工了 里面大概程式没几行 你会发现其实 如果不加注解的话 感觉就那么几行 有没有 其实就是 大概就是一个回圈 然后 这两行就是找前刮户位置 找后刮户位置 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这个逻辑判断为真的话 就是把资料切割完 丢到这边来 结构大概是这样 那以后的城市 也大概都是会循着这个架构 差不多 往下写而已 其实不会多太多 我们到最后一周 其实写大概这样就很足够 不够了 只是说你要熟练 好 那这要来的话 最后我们要自定函数 自定函数基本上不是按按钮 插入函数 这边会多一个使用者定义 刮户自串 我就把资料给他 他帮我把结果返还到这个储存格 那我向下 最后你还是要向下自己填满 他一样可以做出结果 这个要自定函数 那自定函数要怎么做呢 其实如果你刚刚这个做得出来的话 方学应该做得出来 因为他其实跟刚刚sab还蛮像的 那有哪一些地方你可能要注意的 我先把这个中间删掉 首先的话 当然第一个 我干脆把它从头好了 这个 delete掉 好 那第一步的话记得 如果你要自定函数 1一定有模组 在模组里面插入程序 把名称加上去 名称我叫刮户自算函数 特别注意 不要用sab ok 一定要用function 如果你用错的话 抱歉 你在这边插入也找不到 这些同学也真的有遇到这种状况 他明明用sab 然后一直 就找不到 ok 所以第一个一定要用function 按确定 那第二步的话 他跟sab完全不一样 他概念都不一样 所以 执行的话 请记得一定要从这边 他跟你互动 那首先第一个他会问你说 请你给我一个资料 比如说我A栏这个东西叫参赛资料 或者你叫参赛资料也可以 或者叫资料也可以 我在云端上是简称它叫资料 意思是说请你给我一个参赛者资料 所以他跳出一个对话方块 前面就有资料两个字 ok 那也就是使用者会选一个资料给你 那这个资料呢 我要怎么样去做后续的事情呢 其实他这个做法跟 这个sab里面很像 差别只是没有回圈 那甚至你可以把这个拿来复制 拿来改可以 可以不可以 key也可以 把它复制一下 fullness里面的东西 复制 贴上 但是缩排可能太右边了 那我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倒车一下 特别是倒车是按ship加tab tab是往右边缩排 如果你要往左边叫突排了 ship按住 按tab 这样就ok了 那一样了 只是差别就说呢 我们sab是自己去抓那个 出生格里面的资料 那方选是使用者给你资料 最后你把结果丢给自己本身 ok 概念不太 所以呢 其实这边 只要是sales 就是出生格里面是A栏的资料 全部都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资料就好了 因为他会自动给我 所以你其实 要不然就用取代好了 因为这边其实有三个 当然不多 我们刚刚用贴的好了 第一个 他给我资料 那最后呢 记得哦 返还给谁呢 在sab里面是自己丢进去 但是呢 方选是 他会把结果返还给自己 所以记得哦 这边不一样哦 贴上就可以了 程式基本上就写完了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啦 ok 差别哦 有没有 就是原来是这个是自己去抓的 所以自己抓过来 然后自己处理完自己丢 那方选不一样 方选是他会跟他要一个资料 所以呢 跟他要一个资料 这个是由使用者 自己选一个资料给你 然后呢 你就处理完之后 最后自己再丢回去这边 储存格的位置 好 概念不太一样 不过其实也最后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好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改完了 所以我刚刚只有把这个程式 4nets里面东西贴过来 然后往前这个突排一下 然后再把A改成资料 B改成返还给这个函数本身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就是插入 使用者定义就出现了 然后资料 有没有 这个资料就出了 给他一个资料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大体上有点切勁 但是有个地方不OK 哪里呢 零 那为什么是零呢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这边程式执行 都没有丢任何东西给他的话 他的预设值就是等于零 那你想说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边不是里面没有吗 所以呢 如果他这边等于零 他就跳过了 那跳过意思说呢 他都没有给他任何东西 所以他最后结果就零 那怎么办 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 你干脆在第一行多一个叙述 就是呢 我不管怎么样 我预设值就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就好了 就是 如果因为我都没有给他东西 他就是零 所以我干脆这样好了 我就初始始至就给他什么 给他没有东西 他没有东西呢 他就直接没有东西了 如果有东西呢 他就再丢一次给他 就再盖过去就对了 这样方法一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OK 其实你就打勾一下 这样就没有了 有没有 也就是预设值就给他一个空的 方法二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在if if的话就是说 这种逻辑是一重逻辑 就是处理true 不处理false false就 true的话是为真嘛 那为否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逻辑里面你还可以再加一个else enter一下 意思就是说 这边是处理这个逻辑为真的话 那这个逻辑的话 为否的话 那我怎么样 另外一个方法就干脆 把这个丢到这边来 按个tap键 这样也OK 两个方法 这样意思说 如果他里面是有瓜糊的 那我就切瓜糊 如果里面没有瓜糊 那我就不给他任何东西 这样也OK 只是说方法二 方法一好像比较简单 直接开头一行就好 为什么要讲方法二 因为未来 我们以后要写的程式 一定会遇到 true 为真或者为否的情况下 所以顺便讲一下 甚至还有 还有第二 这两种情况 还有第三 第四 第五种 很多种情况 那你要分别判断的话 怎么写 好 写完之后的话 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建议是写这样 OK 好 那我们一样把这边清除 再插入一个 所以我再转一下 这边给他 然后给他资料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还蛮顺的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部分的话 等于又复习一下 制定函数 但是我们又多讲了一个逻辑 逻辑也是下一个单元的重点 所以先讲一下 反正之后还是会不断遇到 因为你工作里面 你要让 以色列帮你处理事情 你会有很多的逻辑判断给他 所以你要学会 慢慢学会 怎么叙述逻辑给他 然后他帮你把 如果为真处理怎么样 为否怎么样 那这个地方就是 慢慢熟悉一下 那如果那些程式细节 如果假设一下还是无法记得的话 云端上也有 不过还是建议 你要不过就把他 自己还是要带一个不记本之类的 把他记一下 这个可能要记熟 因为这些东西 以后呢 都还会反复出现